自從三月結束和楊宥寧三年多的戀情之後 郭彩杰拋開情編的憂傷 積極投入工作之中 五年來拍了二十一部電影 號稱新一代的《多產女星》 今年也陸續會有六部電影上映 像是王瞳導演的《對風說愛你》 進軍香港的首部作品《沖上雲霄》 和古天樂合演的《巴黎假期》 其中最不能錯過的 絕對就是《小時代4》《靈魂鏡頭》 因為演出《小時代》系列電影 成功進軍《內地市場》 郭彩杰也談到劇中人物顧李對她的影響 表示她原本的個性是習慣躲在安全範圍內 但顧李是一個有條不問 能夠撐住場面擁有一切的女性 導演郭敬明更說 顧李對自己的生活有百分之百精準的控制力 任何超出控制範圍的事都會讓她抓狂 因此在結束顧李的角色之後 郭彩杰才領悟到人是可以給自己掌聲的 藉由顧李讓她蛻變為自信耀眼 具有領導風範的女王